不过我倒是听说 这次郡主娘娘 是发了大火啊 劝姐不成 干脆活活打死了 小公爷房中 伺候的一个女史 说她活没小公爷 花一般的一条人命 你说说这这 真是罪鬼 罪鬼 听这怪吓人 大娘子 陪着伯俊娘子说说话吧 我骨头老 受不得泪 先告辞了 今日得见母亲安然而归 方才放下心中大事 去的路上是有些不太平 回来这一路 好得很 连只苍蝇都没见着 倒是让你们担心了 还有一件大喜事 要告诉母亲 华兰生了 生了个大胖小子 你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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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母亲请贺老太太枕脉的好处 我这心里 直是无人感激 好 好 好 你们 也都是 有了年纪的人了 就盼着孩子们好 孩子们好 家族就好 是 母亲说得是 给父亲母亲贺喜了 终于得了个外孙子 乖 想是老家安稳 明丫头气色更好了 嗯 嗯 在老家 吃了睡睡了吃 是胖了些啊 明儿 我记着 你小娘的灵位是在这儿供奉着 嗯 既来了 就取她灵钱 添个香油吧 是 那父亲母亲安坐 女儿先行告退了 嗯 你那小屁红 怎么没做闷转状的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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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赶快去吧 我去 我曾经在我小娘年前发愿 要念事儿七遍 太上洞穴领保网生救苦妙精 妈妈们去忙吧 是 不日即将来京 有要事相声 此处倒可遇见 面意 窃窃 你妈就要来了 好 哥在外面这些日子 瘦了许多 也还好 只是畅哥没找着 容锦人 跟着我受了些苦 是啊 但是啊 容姐也瘦了 睦睦 有一个人跟我说 容姐本是千金归咒 跟着我四处漂泊 又想失窍 以后会耽误她终身 我死来想去 你还是想把容姐偷付给嬷嬷 养在京城了 哥儿放心 我老婆子别的不敢说 这养娃娃总是怪兽 定将她照顾得妥妥蝶蝶 我看着容姐也是到了年纪 该上学读书的 读书好 能让人鞭是非 命上了 日后你会像我一样 轻易被人蒙骗 也不会像她娘那样 兴术不整 解释公子的血脉 定然什么都好 只是 这进学的事 我老婆子可就两眼一抹黑 弄不懂啊 这不打紧 明日我便知道圣家二个 女子输血 我倒是只是身上 回去问问昭云不可得知 我海家的姑娘 从小是有学术的 我可以将容姐儿 放过去军医 军医院 郑云哪儿 这些认真是恼心的 没人说我 还是有学术的 一般的 企业 你不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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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会军医院 你不军医院 你不军医院 嗯 我先走了 近日试图 将我从汉林院啊 调到李姑去吧 我怎么猜 来 等等 容姐 过来 来 容姐 这长板叔父 给你找个叔叔 以后啊 你就快跟别家的姐姐妹妹们 一块儿练书了 你快谢谢叔父 叔父受累了 顾佳苏蓉谢过叔父 乖孩子 等你入学那日啊 再来谢我 姐姐 有了这个叔父 那些大小的母亲 还是叔父吗 顾佳的叔父 都是假把手 只有这个盛家叔父 才是真叔父 没 以前乱说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 一加三了啊 每次见到我 都是善善夺夺地 向我打听你的情况 他们是怕我还没死啊 你的兄弟心里感 真的是惦记了 再说了 顾佳佳不是还有你的名字呢 家儿转出去了 又是你的罪过 怕什么 反正我不打算回顾佳的门 那天等你有寇 咱俩吃酒 爹爹 我记得了 咱们护送回来的小姑姑 就是孙叔的妹妹 那日正好在又阳 碰上了你妹妹 反正我也回京城 就一块儿护送她回来了 来 这事你千万别告诉她啊 感觉像我在施恩似的 你这个人啊 给了别人恩惠就懒得说 但凡是别人冤了 你就一口认下来 你啊你啊 可怎么得了 前半到底怎么了 前边盛家的马车来接女卷 堵在门口呢 咱们怕是一会儿过不去 您看啊 我们是等上一刻还是 盛家 他们这儿老太太回京了 是啊 盛大人跟王娘子亲自来接的 可是孝顺呢 真是造坏 快扶我下车 趁着老太太没走了 我去见个脸 顺便也看看老太太跟前盛家的六姑娘 快点 我去 我去 儿子去看看车备好了吗 我去 儿子去看看车备好了吗 想着呀 你们真是有缘分 你看 在这儿都能遇上 老太太 真相可好啊 嗯 这么大冷的天 你还跑到城外来 这真人也能被你的诚心打动了呀 还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六的婚事 她前面几个哥哥姐姐呀 都有了着落 就是她 扣不成 低不秀的 我呀 我得在真人面前多助导几回 保佑 得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才好啊 只怕你是挑花了眼才是啊 婚姻之事啊 都是上天注定的 你说说 这儿女啊 都是债子 嗯 大娘子老太太 听说了不错 齐国公府的小公爷和郡主娘娘 动气都动了好几个月了 近来郡主娘娘的脸上 连个笑影都没有 可是吓人哪 最近几天 小公爷也不出门了 听说在家闹起来了 哎呦 连饭都不吃了 哎呦 三清真人呦 这小公爷哪儿来这么大义气 是 到底为什么不如意啊 郡主就小公爷这么一根独苗 这这 到底什么怎么就不依他呢 这个我哪儿知道呀 不过我倒是听说 这次郡主娘娘 是发了大火啊 劝解不成 干脆 活活打死了小公爷房中 伺候的一个女史 说她活了小公爷 花一般的一条人命 你说说这这 真是罪鬼罪鬼 听着怪吓人 大娘子 陪着伯鸡娘子说说话吧 我骨头老 受不得累 先告辞了 哎呦 你你看看我真是的 一看见老太太和六丫头啊 高兴得什么都忘了 拉着你们在这儿说了半天 老太太 您慢走啊 过几日我再到府上去拜访 好好 那我就在家扫厨 你带贵客了 好好好 老太太慢走啊 来吧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要是个聪明人哪 也该知道 那齐国公府啊 可是道火山 还是我 永昌伯爵府的门哪 更好近一点 одар 要 放松 导演